这种疫情啊 它 东方人你知道 东方人就是不性感 嗯 疫情就是我们能不能 哇操 我们也性感一下 你说对不对 我们想怎么这么没性感啊 嗯 其实我们挺坏的 对吧 反正你挺坏的我知道了 结果搞得我们好像一谈到信 我们就装模作样了 好这样就不行了 嗯 嗯 我因为现在在猛地研究绘画 这个基本上我最近刚从日本拿奖 我在日本讲演也是在台上说 我认为一百多年来 东方就是没有画得很好的画家 我们绘画是作为他者来看的 它是个意见 跟我们人的身体和情感是距离的 显得我们这个绘画很有格 很有品 嗯 所以养成了我们在绘画的时候 没有办法把我们的情欲 嗯 我们的意望 我们的真实的东西 能够投进去 嗯 这个是我们的艺术上 基本上不大有魅力的 的共同特点 嗯 我们任何画 只要放在笔家说 还有一些西方大画家的旁边 我们的画就 嗯 乖很呆板 嗯 某种意义上像装饰画 嗯 能够有叫声 能够用抱你 能够跟你 跟你接触 嗯 所以我们东西就 不是很有魅力 最终你在直接现场做的东西的时候 那种感性 就是你那个感性能不能很自然而然的 随着那个状况 嗯 嗯 而燃烧 所以来一个夜情 在你这个 盧浮尔宫和奥塞美食馆前面那个河 那个河 巴黎的市长 他说最好不要在河上 河是国家的 嗯 因为全世界我发现水都是足以国家的 那我说就不做了 不做了 他就说那你还是把方案寄来看看 嗯 那就寄了这个 描述了整个方案了以后 结束就是说 这个晚上将是全世界人民和巴黎的夜情 嗯 这样的说话 杜文他说 哇操 这太天才了 所以只有世界上只有巴黎人干这件事 嗯 所以他去说服了那个中央警警察机长 嗯 就把这个 呃 旅游船改造成情人旅馆 十个帐篷 人家一个灯笼 给他说你可以开着那个灯笼 人家就看你在里面干什么 嗯 岸上所有几十万人都能看得到 那当你很开心了 嗯 心满意足的时候 你随便按一个旅 烟花就起来了 嗯 五十对秦里 我给他们准备了三百多次 喷花 都喷不完了 对 要求太高了 这个叫精疲力皆的巴黎 也不是 不远 我们要说什么 随便说 比如说对一个作品之中 你刚才讲的 因为一个艺术作品 也像一个情欲的过程一样嘛 比如在一个作品中的哪个阶段 就像你的高潮阶段一样 嗯 这个高潮是在那个停顿 嗯 当然这是站在男性的这个角度 这个烟火的高潮 其实不在打出来的那一个 嗯 是在那个要炸出来的那个瞬间 嗯 停顿和空白 大概多久 那个会 艺术吗 对艺术不是 不是 比如天梯那个天梯那个是停顿多久 天梯这个停顿有应该有两次 一次 那这个更爽了 回到泉州 那时候你是小城里一个著名的文艺青年嘛 你自己说又打拳什么都 对 我觉得很好奇 比如你说的情欲的重要性 你是什么时候特别早意识到这种被压抑 包括在创造中这种 是在泉州的什么时候开始感觉到 这个我父亲应该是我最早的这一种 嗯 家庭是国家和整个社会和民族的缩影 嗯 在我们我奶奶家族都是造枪的 那么 土匪啊 国民党啊 都要来 整天来请他们修理 嗯 他们什么枪都能修 那我的奶奶的爸爸就是我的曾太公 曾太公 对 他百花百种 很厉害 所以我奶奶气质很大 气很盛 然后我们是海边嘛 在海提赛走 有人在后边跟他站着 说 你知道我是谁的女儿吗 那说一下他爸领着 人家又吓得就跑了 别方以后他们这个家族 整个只能做水龙头 因为水龙头 这个领啊 整天领开 整天领寬 整天领开很容易坏 嗯 但他们能造得很好 嗯 所以他们这个水龙头是麦片全中国 很厉害 那我们家我父亲画画 我奶奶经常会说 你那个画就是让我炒 烧饭的时候起火要不最好 那个就是扁他 然后我画的话就说我画得很好 这个孩子以后肯定了不起 那么可是我 就是你刚才的问题是说我会意识到我压抑吗 对压抑就是整个包括创作者的这种 对所以因为我奶奶这样在比较我和我父亲 我很小就发现 其实我他妈就像我父亲 胆子不大 我很小坐在他腿上 他卷了烟 嗯 然后我帮他卷烟 他在火柴盒上画了一些山水 纸烟不是还要用河水连一下 那个烟 他感到我口水沾过的这个纸烟 抽起来香 其实是情感 那他就画那个山水 说这是我们的家乡 都给我讲这是家乡 其实我慢慢都懂得那个家乡 跟我们的家 他画的家乡根本不是 我们的家乡就小山头 就小遗村 几个小山板 但他总是说这是我们的家乡 有有破布啊 有很多海鸥啊 幻想了一个世界 他心里面 这对我有影响 他是新华书店卖书的 所以你是在小时候 在书店里长大的是吧 对 我是在柜台后面 小凳子上坐着看书的 然后我也知道很多人偷书 我父亲他们都知道谁偷书 但他们都不敢抓 因为那些偷书的人都其实很爱书 只是没钱 而且都是学校老师 你要抓了以后 就把他的事情给搞坏了 那有时候他们会去他家 向他要回来 悄悄的 这么可爱 我是很小就在这个书店 听他们在说 谁来了又要小心 我记得你回忆过小时候看的烧书嘛 烧了几天嘛 父亲说的 你现在更详细的记得当时的场景嘛 烧书那是什么感觉 对 当然记得 主要还是因为那个 其实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我已经小学一年级了嘛 白天因为一般白天 你在烧东西那个烟囱 黑烟都出来 林基马上都知道什么事 就像谁家的肚子大钱 都是林基知道 那我爸特小心特怕舍的人 所以这个烧书也是 你就要悄悄在晚上烧 人看不到在烧黑烟 所以我就说的是这个小时候这个亚裔 从父亲的身上来的 他这个规规矩矩 他胆子很小 但是他后来就对抗社会 他对改革开放很抵抗 还有对这个资本的怀疑很担心 但他就跑到山上 像出家人一样 在山上写那些大字 在砖上写大字 是一种内在的破坏 我不愿意内在破坏自己 我是乱破坏外面的 要破坏别人是吧 小破坏 他是很内在 他很大内耗 我还好找到火药 你怎么看到自己的神秘的能力呢 因为我经常说我是神的宠儿 就你的少年是一个 我们前周以前还没这样 是一个很小的城市 那我们家就在这个宽城湖 宽城河的旁边 那就钓鱼啊游泳啊 就是这样的 可是这一种在家乡的东西 到了宇宙观的解放 是一个必然的 宇宙观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关于时间和空间 关于这个看不见的世界 还有一个是 在日本我有宇宙物理学学习的机会 嗯 就发现 哇 对宇宙的认识 从科学上也有这么多的 嗯 出发 惠日破诸音 继继继续 因为泉州是一个世界广泛性的缩影 昔日的纽约语言 虽然老蔡子是从一个14世纪的纽约 搬到了一个21世纪的纽约 而这过程也是很有趣的一个过程 就是他一种语言 就每个人都在学到一个语言 他当时选择了火药作为自己的语言 是有一个 就他的非常的symbolic 非常的具有象征和隐喻意义 他当然跟中国有关系了 然后跟他的那种高度的可辨识度 可接受性 都有巨大的关系 他们混在了一起 如果过去20年没有中国的崛起 蔡先生的这种东西 也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成就 因为他变成一个中国故事 一个巨大的中国故事 是一个很很好的一种延伸和说明 所有的艺术都有这样的时代机缘 机缘的呀 对 哥德德说运气是天才的标志啊 我觉得被广泛接受的作品都是既领先于时代 又非常的硬和这个时代 他们是并存的 那80年代他做这些尝试的时候 肯定疯子啊 这是意外啊 当时我们看到的是现在已经无比成功的蔡国强 那天挣扎蔡国强 大家没看到 一个年轻人跑到当时的日本 就想说我们不接受这一种自己来推荐自己的 而且你们这种留学生很多 然后这个你就没用 我就不会一根筋 就说那我们就一直死在东京 那我就去了 Iwaki 就是福岛县 福岛 盘城 那边有很多农民 那他们就很爱我的艺术 他们没想到一个外国的青年 会说几句日语 然后还这么诚恳 拿了那么多画给他们看 他们就邀请我来他们那边办展览 我就农村包围城市嘛 然后开始人民战术了 展览的时候我就做了很多这么大的画 一张十美金 再这么大就五十美金 再这么大就一百美金 那他们就买一个展览 比如说买一百张画 这样就很好的生活了 然后就一直一步一步走过来 现在我这一次不是在日本拿了奖吗 我又把那个奖金送到他们那边去 因为我父亲那个午夜会很气势 他们就帮我父亲种了一颗樱花 挂在那个塔底下 我写了方寸之间天涯万体 把个字挂在我父亲的那个树底下 然后我头一胎开一朵樱花 樱花是四页五页开的 哇 好神秘啊 对 是做好事才会有神秘的 还是神秘总是在叫我们要做好事呢 比如说你觉得你带着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去了日本 而且付诸了行动 带着什么去了纽约呢 开始我去纽约的很大的一个目标是说 20世纪是一个美国的世纪 这个美国帝国主义是怎么回事 很好奇 应该去跟他玩一把 他艺术是选择的 顺我则昌 就是我们这些艺术家 如果说我们在20世纪有创造什么视觉的logo 没有一个人超过这个原子单这个logo 所以就为了这么简单就去了研究 结果就留下来了 你的问题好像有更深一层的 不是这么复杂的 没关系 好像都什么问题都被我说都太肤浅了 把他变成天真的问题 对 你真的没遇到我那种特别绝望的时候吗 嗯 嗯 这倒是被问了 我有没有很绝望的时候啊 他们还小 他们碰到你的时候已经不绝望了 没有他们都知道我走遍 他们跟着我走了很多个我家 很少对吧 很少 就是你从来没怀疑过 怀疑过 乍说的事是不是艺术 当然怀疑过 一直都怀疑的 不能全部都是艺术的 肯定也有一些不大艺术 嗯 比如说关于艺术家的这个形象问题 自19世纪以来 用艺术家形象是一个反叛的 或者说一种冲突的 但你做的所有东西 却是一个高度可以参与的 大众是 您说的这个其实是误解 艺术家并不是这样 从古代以来 艺术家是很想进入那个主流 嗯 很想获得成功 嗯 然后讨好有钱人 伦伯郎 很想成为跟艺术结婚 很想成为那个时代 那些伤人的宠物 这些是历史的真实 但为什么他们就伟大了 就永垂不朽呢 我猜测啊 关键就是 强烈的这一个 要获取成功 要进入 这个事情的同时 他们有一个内在的 自我反省和自我瞧不起自己 自我反抗自己的意志 所以他们是在这个摇摆里面 找到一个平衡 就是又在给教皇 画肖像 但又面临着自己的创造力 和自己 人生尊严和价值的摇摆和挣扎 所以他们能够捕捉 调皇脆弱的 肮脏的人性的一些面 别的人就只会拥进去 没有拉出来 没有在这个摇摆和脆弱看到 所有的大师 都在这个权益和名望 和金钱的诱惑里面 和情依的诱惑里面挣扎 但好的艺术留下来的 是这个挣扎的坦然 和有这个天才的能力 在上写给佐拉的信 一分分都在宣布 他是在进行艺术史上 多么伟大的发现和努力 很快 可能再过一个阶段 人们就会承认我这个 沙龙会让我拿进去一张画的 他已经比沙龙都了不起几倍了 他都不知道 这就是现实 但是我们会说 他们都是如何反潮流 如何反体制 其实他们都是 很想成为那个时代 那些伤人的宠物 但是他们却创造了革命的一所 我不知道这样说清楚了没有 清楚 如果说你是这个 刚才讲的那些伟大的艺术家 宫廷在一起的 如果说你是这个 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个宫廷中 北大的艺术家 你会喜欢这样的说法吗 我已经得到了这个利益和好处 我不要再装逼 说我是反资本主义 我是什么 这根本就他妈就更让人难受 我已经够让人难受了 当然了 你让很多人难受肯定 你说对不对 然后再装逼一次 他妈就把自己都卖掉了 就是我经常要找 让我迷失的方向 因为你是做这个事情的 你是天才 你一定要承认 一件事情人家还没说 你都已经很多点子了 可是那东西没用的 那东西你要一直走一直做 你就变成匠人了 因为做作品了 咱就是干这个的活 其实一发现你迷失了 你除了怕以外还高兴 对吧 都会这样 这个迷失需要什么手段吗 有的艺术家通过什么别的东西 你是通过什么呢 需要手段吗 但我这个比喻不知道会不会说得通 就是好艺术家基本上是一批 好的野生动物 他绝对不是动物园的动物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 我是在多哈 我们去拍了《国王的马皇》 《国王的马》是从化妆 要给他按摩 他有游泳池 有跑步机 他什么都有 马在跑步机上 对啊 跑 然后他两种 一种是跑步机跑 让他流汗 那一直在健康他的能量消耗多少 体脂什么 然后马唯一的开心就是 要给他扎这个腿和手的时候 他知道要带他去交配 但带到前面的时候 母马就给他绑着 母马的屁股对着他 那这个母马和他冲上去的前面 做了一个鞍马 就是我们体操跳的鞍马 里面有一个洞 洞里面已经装了一个塑料袋 然后那个弓马就被牵到鞍马方向 向着那个母马啊就兴奋 一下就打出去了 打出去了以后母马气死了 然后就把那个袋子这么多的精子 拿到那个房间里面 检查质量怎么样 质量很好 就给他冷冻起来 冻了多少时间再拿出来 就很多死掉了 剩下那些火下来的 就开始卖了 一颗卖几万美金 卖给全世界 我说能不能带这些马出去野外 因为他不能整天在游泳拍这个 一带去了 你看我们给他享受人间天堂 一到了野外 马他妈跑了 全跑了 注意啊注意啊 后来他们都有经验 后来警察安慰我们不要怕 这些马在沙漠上撑不了多久的 最后都乖乖找公路的旁边来等待救 我为什么要说这个 就是这个东西是收不住的 你给他那很多 他都是野性的 好马肯定是野性 游着 那么当然野性是什么 那些艺术家其实他们有能力 就我们说的古代这些艺术家 他们是时代的宠儿 哪怕他们人生很潦倒很苦难 其实都是宠儿 但是他们是有反抗的 才会做那些作品出来的 他们并不是没反抗的 连托尔斯泰 连普希金 普希金也是被那些诱惑 一直在搅着搅不清 自己搞得自己越来越乱 但他真实的人性 都是在那个时代 站在咸崖的边缘上 很怕掉下去 但叫他走得里面一点 他又不愿意 他就偏偏要站边缘 但其实是又很怕掉下去的 这才是真实 那你觉得你身上的野心是在衰退还是在没有变 还在持续还是在增加呢 我是58岁 12月就59岁 明年就是60岁的本病年 对不对 属机的 荷尔蒙肯定要下降 但是荷尔蒙的有效使用肯定比以前更好 当你年纪也大了 你就对这事情敏感了 因为当你会慢慢的失去 你就会更珍惜 每一个东西它都是在破坏的同时 才会有意思起来 只是在建设的同时没多少意思 这才会有什么意思 从来欸 对吧 崔蒙肯 这才能够吗 解释 所有的写程 年轻松 又年轻松 一笔 其他人 亚人 毫ro 自然 不 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的人可以把自己的夜间没有来或者高潮了或者生了孩子了这种彷徨和喜悦做成作品大家就鼓掌了就感到这个对人性和艺术性有很多的看脱但当中国艺术家表现了这个生孩子啊那个找不到房子啊或者是夜间来的那个彷徨啊人家会整个好笑 中国艺术家应该对他的社会更严重的问题等等这个中国艺术家就被要求了所以当人们说你做了那么多我发现你都没有达到我们要的说的那一些的一些主题我就经常忍不住悄悄回答他因为你们要求了我就不做是因为你们要求了所以这一点我是说中国艺术家 不容易一点但是我也有说过中国艺术家也有太容易的点做一点艺术世界就鼓掌然后还没做怎么样商业市场就很欢迎所以人们经常会开玩笑的时候撇开你们那些故事你们在艺术史上有什么东西吗 中国的艺术家对世界的当代艺术家一点都没有影响一点都没有影响 只是这些艺术家相对在艺术业园上有贡献 老蔡的世界上可以这么的自由的借用不同的元素把它们混为一卢 我觉得或多少都跟泉州的这种个性有关系好像不同的信仰不同的兴趣都能在这个地方找到自己的归属吗 而且它没有归属的融合然后看见风吹过那个植物摇曳多姿的 你到这里之后你就会发现它所表达的很多方式 一东西它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就是日常生活的一个积蓄的延感 那种浓重的对乡土对家族 现在想起父亲经常会想起的场景是什么呢 现在想起父亲经常会想起的场景是什么呢 在拜他的时候 读书 抽烟 喝酒 写字 这几个场景 它这个人活得像仙人 然后 做人又很胆小 但是创造了一个世界 所以 所以磨终意义上这也是它的先锋性 它很不愿意下来这个世界 面对这个世界 那以前我感到它是一个很 说得很土的话就比较乌人 退缺 但现在有时候想想 这是它的勇敢 内容反抗 对它的勇敢 那会比如说偶尔会问自己吗 是不是我不够勇敢 或者会这样 当然当然是这样的 但是 就是你要真实 真实就是你的勇敢和力量